哈喽大家好,我是尼克奇果,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 现在都已经五月,五月快到十号了 然后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四月份的爱用品 就之前因为有一些忙作业啊什么的事 就没有心思拍视频了 就作业都愁的,觉也睡不着,饭也吃不下的 但是现在作业忙完了 然后就是已经快五月份就过三分之一了 但是我还是觉得好习惯要好好坚持 我就晚,也比不露墙 所以我还是想分享一下我四月份买到的,用到的 也可能是之前买到的啊,比较喜欢的一些东西 然后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那我们就现在开始分享吧 第一个要说的呢,就是这个,先说这个水吧 就是这个Defone的这个粉水 这个我之前购物分享有说到过 但是我当时因为只用了一两次 就是刚买来想试一下好不好用 所以就用了一两次 然后因为我当时就是手头上还有很多水 我就把它先放起来了 但是后来就是我之前暴斗嘛 一是叫作业愁的吧 二我觉得是因为我用了不好用的卸妆产品 就是那个POLA的一个美白的那个系列的卸妆膏 那个我等空瓶剂的时候 然后我要点饼批评那个产品 真的是糊我一脸卸不掉 然后我就那几天就拿卸妆的那个湿巾擦脸擦脸 我就觉得还挺挺伤角质的 就我每次就是一用那种卸妆巾什么的擦脸 我就觉得我的脸会出非常严重的状况 所以我就觉得我还是需要用卸妆膏 卸妆油这些东西卸 不能用卸妆巾脸 感觉太伤害我的角质了 可能脸比较敏感的关系 然后那段时间我暴斗嘛 我用什么都不好用 然后我就想着 还是应该步骤精简一点 用一点比较温和的产品 所以我就想到了这个地方的这个水 Intro Toner 对对对 Toner 然后我就拿了它用 然后配合就用完它 其实我觉得它的价格算是 就是欧美品牌爽肤水 就是专柜品牌爽肤水里比较便宜的 它才 它这个200mL 40几刀吧 我觉得特别 已经非常非常亲民的这个价格 我觉得它比那个娇蓝的水和青春的 那个70多刀的水要好用很多 它保湿力度很够 然后擦在脸上也很舒服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我用着特别好 而且就是敏感啊 或者是像暴痘漆啊 这种 就是皮肤比较 皮肤比较敏感脆弱的时候吧 我用它 我就觉得完全没有负担 完全不刺激 不会刺激我的痘痘 我特别喜欢这个水 然后肯定光用拍水是不行的呀 我一个大干皮 然后我就配了这个 The Ginza的这个的美容油 这个叫Hydrate Gel Oil 它挤出来就是 它挤出来感觉是那种精华的质地 但是就是你擦在脸上 它还是有点油润的感觉的 只不过我觉得算是我用过的所有的油类 美容油类里面 最清爽的了 就是它更像是一个精华和油之间的一个产物 我觉得它没有办法替代面霜 做一个就是最后 护肤最后一步锁水的效果 所以我有的时候就是白天的话 可能不需要脸上那么油 我就用它再用它 再进行防晒啊 后续的一些步骤 后续的步骤 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 用它再用它之后 我会再加一个面油 CPB的那个美容油 或者是我手头上有一个 那个La May的那个美容油的小样 我就会再 就如果觉得这两个不够的话 我还会再叠一个油 反正这样两个产品 帮我度过了我的暴斗气 就是很保湿也很温和 不刺激痘痘 然后我就挺快也好了 所以我觉得应该也是有一点修复效果的 特别特别喜欢这两个产品 尤其是这个的Ginza的这个油 我特别特别喜欢 用它脸上很舒服 下面要说到的就是这个Cara Pop的这个 高光Lunch Money这个颜色 这个高光特别特别的火嘛 然后 而且它也确实很便宜 8美金一块 然后它的颜色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它在手背上 它在手背上的颜色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 它是这种米 就是偏米白色的这种颜色的高光嘛 所以我觉得还是米金米金的吧 我觉得它是比较适合就是这种 就是亚洲人的这种比较偏黄一点的肤色用 我觉得很合适 然后我觉得皮肤白一点用它也不会觉得很 就是很金或者很怎么样 我觉得它是比较适合我的肤色的 然后我真的只有点惊艳到 它真的真的很细腻 而且可能是因为这种湿的这种膏体吧 所以我觉得在脸上持久一整天 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反正我真的很喜欢这块高光 画在鼻头啊 还是画在就是这个颜骨的这个地方 我就觉得 一点也不显毛孔 因为它很细腻嘛 我真的我就 反正是这个价格的高光 能做到这么细腻 然后持久度什么的这么好 真的是惊艳到我了 而且这个颜色确实就是很美 就是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 再接下来要说的呢 是一个睫毛打底膏 就是这个恋爱魔镜的这个睫毛打底膏 我好像之前的视频有提到过 但是我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用它了 然后最近又翻出来用了 是因为我 有段时间我的那个Kiss Me的睫毛膏找不到了 然后我就手头有一些就是 Urban Decay的睫毛膏什么的 那些都是属于不防水的嘛 所以我就不敢就是擦它出门 因为我觉得那种不防水的睫毛膏 总让我觉得会晕 其实我从来没有晕过睫毛膏 但是我还是就是比较信赖防水的睫毛膏 我从来都是买防水的 所以我就在用那些睫毛膏之前 用这个眼部打底膏再上那些睫毛膏 而且再加上大家也都知道欧美的 就是那种欧美品牌的睫毛膏 就是感觉刷出来会比较有存在感 比较就是膏体会蹭的很多在你的睫毛上 显得你的睫毛又长又卷嘛 所以这种 所以我觉得上了这个打底膏之后 再上那些欧美的睫毛膏 就不会一沙子上一坨的感觉 我觉得效果还是比单上那些睫毛膏要好一些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的功劳 而且就是卷完夹完了之后 然后再刷这个再上睫毛膏之后 我觉得睫毛持久一整天 就是挺在那里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然后也没有出现什么晕染的情况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再接下来要说的是一个眼线膏 就是这个苏库的眼线膏 这个我生日月购物分享的时候 我有说到过 我说它不怎么晕嘛 但是其实我当时没有用几次 然后你看现在这不都五月份了吗 我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用这个眼线膏 我用的时间很长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有就是 好好的去感受它 我的感受就是它确实非常非常的持久 它比我之前说过 爱用品里说过的那个 Innisfree的那个眼线比还要持久 那个就是可能一天下来 还是会就是多多少少晕一些 这个也不是说百分之百不晕 但是它晕的那个程度 比Innisfree的那个还要轻 就是几乎是不怎么能让人看出来你晕了眼线的 所以我特别特别的喜欢 而且就是你眼尾拉出来嘛 你可有的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眼线比 就是晕染到后来 你可能眼尾的那个形已经不在了 我觉得这个一天下来 你眼尾的那个形还是在呢 还是就是没有就是说 哎呀看不太出来了 或者怎么怎么样 晕的就不明显了 就是你该有眼尾还是有眼尾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苏库的这个眼线膏 真的特别特别好用 它只不过就是膏体比较软比较湿润 所以你可能站的时候比较不好站 就是就你画的时候 你可能你要站一点画一点 站一点画一点 你不可能像有一些比较欧美系的那种睫毛 就是眼线膏 你能站一下来能画上一大长条 它就比较不行 它得你一点点画 但是我说实在的 它虽然这个有这么一个小缺点 就是画起来比较慢嘛 比较不太上色 得一点点画 除了这个小缺点以外 它能持久一整天挺在那里 我就已经很欣慰了 我觉得真的 遇到这种不晕的眼线膏 我真的太 太感动了 又掉眼泪了 因为我说实在的 我眼皮非常 我的眼 我的就是 画眼线的这个部位非常非常地油 能让我遇到不晕的这种眼线膏 就是我觉得还挺难得的 Bobby Brown的那个 在我眼睛上真的纷纷纷纷纷成熊猫 再接下来要说的呢 是一包 这个化妆的这个海绵 就是这个 MUJI的这个 无印良品的这个的化妆海绵 这个是一包 里面有三十 有三十颗 然后我打开 就用了两个了 它里面就是 诶 它形状还不一样啊 我以为它形状都长一个样 我这新发现了 它有这样的形状 就这种菱形的 我之前用到的两块都是这种 这个梯形吗 就这种形状的 形状无所谓 我真的觉得很好用 很好用 它 我一开始 我说实在的 这么一买这么一大包 四五刀吧 欧币这个样子 我就觉得很便宜的已经 肯定是那种不怎么耐洗的 但是其实我 我用下来 我已经洗了很多次了 我觉得它还是很新 就没有说因为洗 就是海绵就变得掉血血 因为我之前有用过一些 三无的这种海绵 就是商店里随便买的 用就是洗洗就掉血血了 特别不惊喜 这个就是 我洗了挺多次了 我觉得它还是质量很好 而且上出来的 上妆上出来的效果也很好 所以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海绵 这么一大包 大概五刀吧 我记不很清楚了 我觉得真的是很便宜 非常价格也很便宜 然后又便宜又好用 真的 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海绵 再接下来要说的呢 是几只 化妆刷 都是Wingos这个牌子的化妆刷 然后我打算之后出一个 这个Wingos化妆刷的合集 不是 不是它家 就所有的合集 是我手头有的一些的合集 因为它家很多化妆刷都很贵嘛 就是我不可能全都买得起 收一些我觉得比较值得收 然后价格我又可以接受的 接着说Wingos的化妆刷 然后我今天要说的是这个 Wingos的这个Airbrush 然后它是灰松鼠毛的 我之前没有用过灰松鼠毛的刷子 我不知道灰松鼠毛的刷子 原来这么柔软 太柔软了 这个你真的你狠狠的戳你的脸 你这么扫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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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扫一百遍 你都不会伤你的皮肤 真的是触感太好了 清风扶面的感觉 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刷子 然后因为它这个刷子 比本身非常的柔软嘛 它就不像那种山羊毛的刷子 抓粉力那么强 你刷一些腮红类的产品 你就算你狠狠的刷 然后你这么擦脸 往脸上上 你也不会觉得就是说 会上的手中了 猴屁股什么的 它非常的会帮你控制好用量 因为很多欧美系的一些 腮红产品都很显色嘛 然后粉压的比较松 也很好取粉 我觉得拿这个刷的话 就本身不容易让那些粉 非粉 而且取了量又非常的合适 又非常的省你的腮红 然后上面的效果又非常的自然 我真的很喜欢 然后再接下来要说的是 这个Wingos的这个02号的这个刷子 它同样也是灰松鼠毛的 也非常非常的柔软 因为本身它 它的这个面没有这个airbrush这么大嘛 所以这个我就拿它来刷一些 我的高光产品 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好用 因为我之前都是拿山羊毛的那种 一大号眼影刷来刷高光嘛 而且我觉得我手头有一些欧美系的高光 粉压的也比较松 所以你拿那种山羊毛的刷子 一蘸的话 一蘸就蘸出来一大坨 你再往脸上上的话 除非你得把它磕掉 要么你直接上脸的话 实在是就是会上的量很多 很有粉感 我觉得这个刷子就很好地避免了这个问题 因为它本身它抓反力不强 你上的量就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把握 然后你就算上的不够 你也重复再上呗 对不对 总比以下的上多了强 少量多次嘛 然后而且确实非常柔软 非常的胸柔 往脸上 就是使用感也非常好 这个刷子我也很喜欢 而且说实在的 你这个价格 能买到灰松鼠毛的刷子 真的是透着乐了 你看什么 那些Chico Holder那些牌子 那个灰松鼠毛的刷子 都多少钱了 是吧 再接下来要说的是这个 Wingos的这个03号的 这个大号的晕染刷 然后它 其实它本身的这个形状 它正常的用途 应该是用来刷你的这个眼窝吧 Cris Brush 但是我说的用途是 拿它来画鼻影 我就觉得 这个我就一起说了 我买了一盘这个 Cavin O'Kwon的这个的修容书 然后就是The Contour Book Volume 2号 然后它里面就是长 它一开始有一页是教你怎么用的 这就是有一个磨刷的脸 然后说哪些地方应该画修容 哪些地方应该画高光 包括你眼部如何如何让你有轮廓感 然后它里面的实物就是长这个样子 它有一块高状的高光 有一块高状的修容 然后有一块粉状的高光 粉状的修容 然后底下还有四个眼影 其实这四个眼影的颜色也非常非常实用 而且我有用过底下的眼影 说实在的 其实我对这些底下的眼影 我不抱什么期望 我就觉得它只要正常不难用就好了 因为我觉得我用它的次数也不很多 但是我还真就好奇 我用了一次 我觉得粉质非常好 我一开始没有想到它粉质这么好 我就是我一开始用手摸过 我觉得可能有点硬 但是我上眼的话效果很好 也很细腻 然后这些颜色其实真的很实用 那这个粉色我倒觉得不怎么实用 像这个白的这种珠光色 你完全可以拿来打底 或者是后来叠加在眼头 就是眼皮前半端 然后包括你这个内眼角的地方 包括画卧蚕都很合适 然后这两个深色 非常的实用 都是这种大地色 这是属于偏深红 就偏红的这种深棕色 这个是属于一个浅棕色吧 其实也没有很浅 正常的棕色 我觉得你拿它来画 就是画这种后眼尾的这种地方 也非常的合适 反正我觉得这一盘 真的特别值得入 然后就是 我其实我说这 我说回我的这把刷子 说跑题了 这个刷子 因为它本身是灰松鼠毛的嘛 它非常的柔软 所以你占这种特别特别非粉 粉压的很松的这种 又特别特别显色的 这个修容粉 就非常合适 因为这个修容粉 真的是 看完矿的修容粉 大家都知道 粉压的很松 就是你刷子一蘸 简直就是非显一大层 但是拿它蘸的话 你就可以蘸得很好 一点都不非粉 然后再加上 嗯 再加上这个 它里面的这个颜色 应该是 它家的这个 修容粉里面 Medium的颜色 因为我本身 我有一块light 我觉得它这个颜色比light要深 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Medium 就是最原始的那个颜色 嗯 然后很多人不都说 哎呀 只要是亚洲人里面的白皮 用这个颜色会就是 太深了嘛 会显得容易手中 不好把握 但是我就觉得 你用这种浑松鼠毛的刷子 它哪怕它颜色 说实在的 可能要深一些 但是你画出来的效果 也非常好 就是你不会觉得你 就反正就是 虽然它颜色深 但是因为你量把握的好 你也会可以画出一个 非常好的鼻影来 就是 很自然很自然 我觉得这个真的 特别好 然后其实这个高 高体味有用过 我觉得很好晕染 但是可能这个 嗯 高光高我用的比较少 因为可能有点想不起来用 毕竟我不喜欢拿这个 带闪的这种的 提亮产品来提亮我的 这个三角区 包括额头的地方 我还是希望 这种带闪的地方 可以用在就是 光打到的地方 而不是就是 正常 就是像它 像它画的这样 画在脸部中央区 我觉得我不喜欢 这种中央区 用带闪的这种 提亮产品 但是本身 我觉得这一盘 就是现在不是 Natasha丁东拿 也出了一盘 这种 嗯 高状的修容 高光和粉状的修容 高光的盘吗 我觉得这个 比那打 它是顶端拿 便宜太多了 嗯 我觉得真的非常值得入手 很实用很实用 都用得到 然后 说到这个刷子 我也觉得很好用 就是拿它来画 鼻影的话 因为它够大嘛 而且又够轻柔 就算是粉 是那种显色的粉 你那也不会说 把鼻影画得很 两条黑杠 再接下来要说的 就是这个 Wingos的这个 05号 这是一个铅笔头的刷子 然后它应该是马毛的 它不是那个 会松鼠毛的 所以它要硬一些 抓粉力要好一些 我就是拿它 画这种眼尾的 小三角区 或者是拿它 画这种眼线色 拉长 就是用眼影 来拉长眼尾 或者是拿它 来画下眼影 因为它小 它这个头很尖 然后它又很好 抓粉 很好上色 所以我觉得 就是特别特别 适合来 就是画这种 下眼尾的 这种小细节的地方 因为我本身 我的眼睛 就是 泪沟 就是 大黑眼圈啊 什么的 比较深嘛 所以 如果我用 就是 别人可能用 这么大的刷子 刷那种下眼尾 下眼尾影的话 就刷的范围很大嘛 但是我 那么画就不好看 我必须得是用这种 特别能照顾 小细节的刷子 来刷下眼尾 必须得控制好范围 不然的话 就会显得很熊猫眼 所以我觉得 这个能非常好控制 下眼影的范围 我就觉得非常好用 很精准 非常喜欢 然后再加下来 要说的是一盘眼影 就是这个 Shallet Tilbury的 这个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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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名的 Dolce Vita 然后它里面的颜色 就是长这个样子 这个我等着 放试色 在我的微博上面 大家可以去搜 然后这一盘就是 有一个这种 偏米色的 这种珠光色 然后因为它不是 那种白色的珠光色 所以我觉得 这颜色也非常非常好看 就 就很温柔的颜色 然后这面是一个 红棕色 这个红棕色 其实挺深的 你如果晕染好的的话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就是 眼影的主色 如果你就是那种 你用这种小细节 非常好沾粉 取粉的刷子 刷在眼尾的话 它又是一个 非常好的 那种重点色 眼线色 然后 然后这是一个 有点偏墨绿色 那种深棕色吧 我觉得这个颜色 也非常 也够深 够浓 所以拿它来画 下眼影 或者是眼线色 也非常好 加深你的眼睛 放大你眼睛的效果 整盘非常的不显种 然后最后 它有一个 这个金色的 这种亮片色 叠在眼头 也非常非常美 我觉得 Solid Tuber的眼影 它 其实说实在 它不便宜 因为它客树少 人家Tom Ford贵 人家客树多 但是你就比较下来 Tom Ford像01号那种 特别火火的盘嘛 我没有买 因为它里面 两个亮片色 我就觉得非常的 浪费 我还是觉得 就是三个颜色 比较实用 你就一个亮片色 一盘眼影里面 一个亮片色 就足够了 两个亮片色的话 我就觉得 你只能用到一个 你不可能两个亮片 全都用到 毕竟你只叠在眼球 突起出那一块小地方嘛 所以一个亮片色 已经足够了 其他三个颜色 都非常的实用 画一个非常严整的 就是拿它 可以画一个 非常完整的眼妆 而且我就真的 买了之后 就挺不下来 一直忍不住 一直画着一盘 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而且我觉得 这一盘是属于 新手友好的 就是化妆的技术 不怎么好的话 你画一画 也能画得很好看 非常喜欢 而且这个红棕色 也不显种 包装什么的 也非常有质感 而且我最喜欢 它的一点是 它的这个镜子 它的这个镜子里面 它不带那个 小挡片 我讨厌镜子里面 带小挡片 我还得给它撕掉 这个压根就没有 小挡片 然后这个镜子 小边上 还有个小猩猩 我就觉得 还挺有设计感的 整体包装 也非常的有质感 喜欢 最后要说到的 就是一个 腮红的产品 最后要说到的 就是这个 Benefit的 这个蒲公英的 这个腮红 我买的就是这个 小的这个便携装吗 还是什么 旅行装呢 mini的这个size 然后它里面的 这个颜色就是 里面的颜色 就是长这个样子 看起来就是属于 很自然 其实它 看起来有闪 但是上脸的话 闪非常的不明显 我不喜欢 彩虹里面 有非常明显的闪 像那个 NARS的 Orgasm那种的 它闪的实在是 太明显了 就感觉 有点显毛孔了 而且那种闪 是那种金色的闪 但它这个闪 就闪得很细腻 就整体上出来 是那种 非常非常自然 那种肉粉色 我感觉就是那种 你自己气色 很好的感觉 而不是说 你上了腮红的感觉 我觉得真的 非常提气色 而且这个颜色 也不会显得很幼稚 属于很 就是很提气色的 一个腮红的颜色 我特别特别喜欢 而且它粉质也很好 闻起来也很好闻 唯一的不足 就是它的这个刷子 我觉得它没有必要 它带刷子 其实我感谢它带刷子 但这个刷子 实在是太硬 太扎脸了 感觉拿这个刷子 上腮红的话 真的很扎脸 所以我就觉得不好用 但是说实在的 本身它这个粉 就真的很好用 这个腮红 上出来效果很好 我很少遇到 可坏了 我很少遇到 就是腮红能上出来 让我觉得效果 真的特别特别好 这个真的是 打脸眼里 让我觉得上出来 效果好 我觉得有点 快要动摇我 我的直在 速库的位置了 但是我还动摇不了 因为可能包装啊 品牌的喜爱 想象什么都差一些 但它本身的这个效果 特别特别好 非常喜欢 好啦 感谢大家收看 我这一支 迟到了这么久的 四月份的 爱用品分享 如果你有什么 想看的主题的话 也可以在下面 给我留言哦 然后有什么 想说的话 也可以给我留言 然后谢谢大家的耐心 我就这么晚 才上传视频 大家也不离不弃 那我们下支视频 再见啦 拜拜 拜拜